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雨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張浩婷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帶大家來聊聊高股息ETF 今年最激情的 莫過於這一檔了00940 但是沒想到掛牌上市第一天 就破發還連續破發 接下來還有翻身的機會嗎 今天請到李永遠老師 能夠來到現場 小青好 各位官方大家好 哇 這個大家散戶真的是心很痛啊 是啊 對啊 好不容易想說 哎 我要跟上了 對 沒錯 0090銀還有00939 兩個為什麼呢 這ETF為什麼一掛牌就破發 是 明明台股這麼熱 對 沒有錯 那這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哪裡 大家要回想一下 為什麼大家會去搶 搶著去認購這一些的高股息ETF 因為去年 那高股息ETF呢 在去年上半年的時候 哇 這個真是表現的真是神乎奇跡 比大盤還厲害 比大盤還厲害 然後呢又是這個股價呢 又是大漲了 百分之40到50對不對 然後呢你又可以得到很高的殖利率 賺的多配的多 對 又配的多 所以呢大家都趨之若霧嘛 所以你現 那可是呢那一些的高股息ETF 就是比較老牌的高股息ETF 他們的股價呢都已經比較高了 太高了 所以呢一般人你叫他去買 他就有點開始猶豫了 可是呢這個時候呢 00939跟00940要發行 那尤其是00940 因為他的這個發行價才10塊錢 天天價 對他想說 哇你叫我去追一個什麼 五六十塊的ETF 那我不如買10塊的 那10塊再跌 跌死了也就跌10塊對不對 是不是 大家心裡都有這種想法 很簡單 沒錯 所以呢大家都去 你看那個時候呢 就有人去抵押這個房地產啊 有人去解定存啦 對要去追 真的很瘋狂耶 哎那可是呢 這個時候大家就忽略了一件事情 忽略什麼事情呢 這個這些的ETF 去年他們為什麼能夠 股價能夠一直在上漲 ETF的股價為什麼能夠漲 最主要原因是呢 因為他們的成分股在漲 那他們的成分股為什麼會漲呢 因為有一些利多消息 就像那時候的AI伺服器嘛 這個消息出來了 所以呢很多人就跑去買 這些的成分股 那當然了 那那個時候呢 大家就有發現到 哎 這些的ETF裡面 這幾乎呢 這個AI AI概念股呢 都在裡面 AI伺服器的概念股都在裡面 所以呢大家就跑去買這些ETF 因為不知道要選什麼股票 我買這些ETF 那你不斷的有資金進去 買這個ETF 他就有很多的不斷的資金呢 可以去買他的成分股 這個是加成的 對 然後呢 就他自己的股價就跟著上去了 所以呢 大家記住 ETF的股價能夠漲 純粹最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你有源源不斷的資金進來 他就一直往上推 對一直往上推 可是呢 這一次的0090跟0093就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他在認購的期間 所有的資金一次到位了 對 一次到位 而且這麼多 對 而且呢 你注意看哦 像是這個元大高股息 就是00940 他目前的資產的規模是多少 1850億 那我剛剛講的1780億的薪稅 就是呢 當初認購的資金就這麼大 對 所以呢 我們簡單的講就是說 你看他現在掛牌了一個多月了 結果呢 他的資金增加多少 不到100億 那你就想想看哦 因為他當初買的股價呢 這些成分股的股價 已經是買在一個高點了 已經買在相當高的高點 那可是你現在呢 增加的資金的流量不夠 去推升這麼大的這個部位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 因為上面已經有1780億左右的 這個資金 這個累積的資金在上面了 你現在用不到100億的資金 要推動這1780億 幾乎是不可能的人物 所以他就只有往下跌了 對不對 這繼續往下跌 那所以呢 這就是呢 這一次換股 因為在5月 5月到6月之間 這6檔大型的高股CETF 他們要換股了 那換股是個非常好的時機 為什麼呢 因為我把這些舊的 賠錢的這個殖利率比較 叫不合標準的 剔除 不合要求把它剔除掉 那你是不是控除資金來了 那你這個資金呢 你就可以跑去買 新納入的這些股票 那你新納入的股票呢 我們現在假設他的部位 他的這個股價的位置是在 20塊 我們現在假設是在20塊 那你現在呢 我們現在假設你現在1000 你不可能1850億的股票 全部都換掉 不可能50檔都換掉 我們現在假設你換掉30檔 你換掉30檔的話 大概就換掉60%的這個 股票出去 那所以呢 你用1850億乘以60%的話 那大概有1000多億的 1000多億的資金就空出來了 你這1000多億的資金 可以跑去買這30檔股票 那每一檔股票呢 平均大概可以分到30億左右 那30億的資金去買一檔股票 應該就可以把它推的蠻高的 所以要買哪一檔 對 所以呢 這個兩 這些就變成兩個問題 第一個呢就是呢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 那00940他的股價 是不是有機會回到他的發行價 只是回到嗎 我們不要要求太多 先回到10塊 對他就有機會了嘛 那甚至於更高 那都有機會 那就要看到時候這個 股市的這個情況變成怎麼樣 如果是在積極的多頭行金的話 那當然大家就會開始 又資金又開始會流入了 對不對 他就可以了 那麼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那他到底要選哪一些股票 0050那個也是掛牌就 沒有多久就開始破發了 也是一樣 那就是要看 那那個時候是因為他這個 局勢不好 0050是受困於整個大環境不好 可是後來大環境變好的時候 他也是一路上啊對不對 時間要拉長遠 對 永林哥一直有告訴大家 你其實 不要這麼 就是 我常常講 高股息ETF 他的原則是怎麼樣 因為他為什麼適合當純股 因為他的原則是高值利率低波動率 可是呢現在所謂低波動就是他的股價 漲跌的那個幅度 這個很穩定 他的股價很穩定 那為什麼要穩定 然後高值利率 因為我們存股嘛 就是要擺很久嘛 對不對 我就不要去看他的股價 然後呢 我每年領到的股息越多越好 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呢 因為呢去年這些高股息ETF 他們的股價大漲 所以90%的投資朋友 觀念都弄錯了 他們去追逐呢 這個ETF的股價 忽略了他的這個值利率 所以完全相反了 因為邏輯不對 投資的邏輯不對的時候 那大概書面就比較大 是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啦 你既然是買ETF的話 你應該要把你的重心放在呢 值利率上面 而不是在於說他的價差的高低 好 那麼 至於說選股呢 有幾個原則 他們這些高股息值利率 ETF呢 他們選股的原則就是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值利率要高 所以他為什麼在五六月 換股 因為呢五六月的時候 絕大多數的股票 他們的今年的配息政策 配股政策都已經那個定下來了 所以他的值利率就已經擺在那邊了 已經知道會是多少 對沒有錯 那麼那這些高股息 ETF他當然去選那些比較 這個值利率比較高的 那當然他有其他的條件啦 譬如說 像是00940的話 他有一個條件就是 他的市值一定要是 這個前300大的 那他還有其他的條件 我們就不多講 那麼所以呢 之前在前一陣子四月的時候呢 那其實呢市場上很多人跑去買那個 銀建股有沒有銀建股大漲 都根體產 對銀建股其實除了都根體產 大家還看上他一個特點就是呢 他們大部分的值利率都很高 都很高 而且他股價事實上 好像也都不太動 但前一陣子突然動了 對沒有錯 就是因為大家都發現 哇他們的值利率這麼高 那很有可能會被這些 高股基金納入 那所以大家就跑去買 可是後來呢大家又發現 好像這個0090有這麼一條規則 就是你 這個市值一定要在前300大 那大部分的銀建股 他們的股本都不夠大 那可是呢有一類股 他的股本是絕對夠大的 就是呢金融股 尤其是金控股 對 那當然還有一些那種比較小的 像保險公司啦 或者是證券 他們的股本可能不夠大 可是呢金控股是絕對夠大 所以呢我們再看一下 那麼現在呢已經公佈出來的股票呢 他們是這一切的 他們的殖利率是多少 還有他們的 現金殖利率 還有合計殖利率是多少 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華南金 所以呢我們在選的時候 就要注意看一下 最主要就是他的殖利率 到底夠不夠高 那麼看華南金來講 大家還記得華南金 他一公佈他的股率的時候 他的股價立刻往上跳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他公佈他的現金 現金股息是1.2元 加股票股率0.1元 他現金殖利率就4.7%了 事實上啊 這些高股心貼物 他們在選這個個股的時候 他的殖利率大概是 百分之四起跳 一定要 百分之四以上 百分之四起跳 所以他現金殖利率已經到 百分之四點七了 再加上股票股力的話 那他合計殖利率 已經到達百分之五點一 好 那麼除了呢這一些的這個 殖利率的條件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 大家要注意的是什麼 就是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從去年開始啊 這些高股集體貼物在買的股票 通常外資都會到貨 都會對住 對有沒有 你丟我撿 對就看那些投信啊 在買的股票 哇這個外資就到貨 然後呢 投信在賣的股票呢 外資就買進來 這麼不對吧 對 這個叫做吃豆腐 你知道嗎 這叫吃豆腐 好 OK 好 那所以呢我們要選的股票呢 除了他的殖利率之外 那我們還要看 就是呢 他是不是有這個外資跟投信 有沒有在對坐 或者是呢合作 那我們當然要選合作的股票 對不對 都看好的 對對沒有錯 所以呢你看華南京 華南京其實投信買的不多 少少的 小小買 對可是外資買很多 那另外富邦金啊 因為富邦金 他這個大家會比較注意他 那富邦金呢 其實你看他 其實配息配股其實都不錯 可是因為他單價比較高 所以他現金殖利率只有3.7% 可是加上了 股票鼓勵的話 他還是有4.4% 那問題在這裡 因為投信跟這個外資都站在賣 都站在賣方 這個籌碼面比較不利一點 那另外呢就是2884的玉山金 那這一檔股票呢 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那除了他的這個現金殖利率 還有他的合計的殖利率 都已經達到標準之外 那他的這個法人呢也是這個 這個土陽市合作的一個局面對不對 那我要講的是什麼 他其實呢 那這支這支玉山金呢 他是很古老的一檔 純股族的最愛 以前 對他純股族的最愛 那麼我都還記得 我大概是在民國89年左右 就就是鼓勵大家去買這支股票 做純股 因為他當時的股價大概才20幾塊 可是他每年配息哦 那個時候每年配息 大概都一塊半以上 甚至於也到兩塊的時候 哇那很多 所以他的殖利率是10% 那很可怕的一個數字啊 可是後來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的好了 所以大家都跑去買他 他的股價就上來了 那股價上來 雖然他的配息啊這些 他的這個配息政策並沒有縮減 可是呢他殖利率就變低了 到一直到了今年呢 哦不一樣哦 他是現在呢 因為他的股價又回來了 所以他的殖利率呢又高了 所以這檔股票呢 我是覺得說 他會比較有機會被這個 這個ETF選上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玉山金 對那另外元大金呢 元大金就比較稍微弱了一點 那這個兆風金也是一樣 他的殖利率其實並沒有那麼高 然後呢 這外資跟投信呢都是站在賣方 另外還有一個國票金 國票金他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呢 現金殖利率就已經5%了 那可是合計 然後合計殖利率是6.8% 然後你看哦 外資跟投信都站在買方 可是我為什麼 我會覺得這檔股票呢 有一點點的疑慮 就在於說 因為你如果是想說 哎高股ETF會把它納進去 那麼我就必須要講 0090年他有一條規則 你在過去三年都要 都要有配息 哎他其實 要求的蠻嚴格的 對當然啊 別人的錢 限制蠻多的 對當然也有很多條件 那國票金去年沒有配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對他就沒有辦法入選 請加油 可是以他的這個 殖利率來講的話 我覺得 一天我不選 你自己選也可以 對 放在自己的名單 對沒有錯 那還有一檔永豐金呢 其實我之前會一直在推薦 可是他現在股價也比較高了 所以呢 然後外資又站在賣方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檔股票呢 可能稍微要考慮一下 如果你之前沒有來入手的話 現在在買 對有點追高了 好 另外一個呢 最近比較轟動的是 2891的中信金 對不對 中信金呢 外資大買 對 為什麼會這個 讓大家很詫異呢 因為呢 以前這個市場上 給他取一個外號 叫一元金 一元金控 為什麼叫一元金呢 因為呢 他每次每年的配息 大概就是一塊錢 這附近 所以大家就認為說 哎呀他這個 但也就是一塊錢吧 那能配多高呢 對 沒想到 對我今年在年初的時候 我就有預設到 他的今年的現金配息 應該會到一塊八 你知道嗎 那我當時在 我當時在 這友台的節目講 一塊八的時候 這個他就說哪好可憐 怎麼可能 他怎麼可能突破 結果果然 對 因為我為什麼會認為 因為他去年的時候 公司就有獎了 他說我們明年的配息呢 他一定會讓大家滿意 你知道嗎 結果呢 真的是讓大家很滿意 所以你看他的現金殖利率 他已經漲了很多了 然後他現金殖利率 還有5.3% 對 因為他的股價最近是不斷的 創新高 對 所以不排除有可能會被選入 可是呢 他的股價呢 畢竟已經漲得比較高了 所以我 比較要考慮一下 另外呢群益證證券股呢 證券股的 他的這個殖利是高了 可是 因為他是隨著 這個股市的漲跌 看他的這個營收益率 那我是認為說 因為台灣股市呢 現在已經漲了2萬多點了 再漲的空間可能比較有限 那所以呢 這個先考慮一下 另外金晨益呢 金晨益呢 他的股本是比較小 這是他的唯一的缺點 可是呢 他的優點在哪裡 他的優點就在於說 他配息真的很高 然後呢 他最近呢 有很多人要想要去買他 所以這檔子股票的股價呢 我覺得應該可以值得注意的 那另外中債保 他的雖然高 可是呢 因為他的股本比較小 那統一證券也有 剛才我講的這些問題 那另外一個還值得注意的 就是台企 台企你看哦 他合計值率是多少 百分之7.9 這麼高 百分之7.9 然後呢你看外資買了百分 買了5.8萬張 然後投信也是大買 大家都大買 為什麼 因為他的值率實在是最高的 所有的金融庫裡面 他最高 可是呢我比較會 建議稍微觀望一下 為什麼 因為他的現金殖利率 實在太低了 他主要是他的股票股力 他股票股力 那股票股力呢 因為現在我們所謂的ETF 其實大部分都是看現金殖利率 所以呢 這一點上面來講 可是他比較處於劣勢的位置 那投資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先來看華南金 華南金這是周線圖 其實你可以看到呢 他這邊呢 已經橫向盤整了一年半 橫向盤整一年半 那現在呢漲上來了以後呢 你就發現他已經呢 這個一年半呢 他盤整已經變成一個底部了 然後呢他的大量幾乎都是出現在低檔 然後你可以注意到呢 就是外資在過去的兩個禮拜 他是正在買方的 那麼投信也站在買方 所以外資跟投信同步站在買方 然後大戶的這個持股率呢 開始在增加 表示大戶市場大戶也開始進場 對 所以籌碼面對他是比較有利的 他唯一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呢 他這一波呢 已經漲幅已經比較大一點 可是我還是覺得說會有一些 應該會有一些的這個 ETF會把它納入 有可能會考慮把它納入的 因為呢他的表現呢 確實是不錯 不管是營收或盈餘的方面 都是一樣 而且二月份以來呢 三大法人合計買到7.5萬張 所以這支股票我覺得 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好 再來看到就是中信金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大驚奇 對 可是他的股價呢 因為一直在創歷史的新高 那你說他好不好呢 真的很好 他第一季呢 就EPS就多少錢 1.07元呢 年增率百分之62 真的是很厲害的 然後三月份營收 這個年增率百分之79.8% 那今年年初以來呢 今年以來從一月份到現在呢 這個三大法人合計買超 42.7萬張 那從這些來看呢 就表示呢 其實呢除了這個 土陽的這些法人之外 人家大戶的這個持股率呢 400張大戶持股率 已經超過81% 所以幾乎的籌碼都在大戶手上 那麼所以這支股票呢 技術面籌碼面上 各方面來看都還不錯 那唯一的缺點也就是 他過去這兩個禮拜 真的是漲了好多 就是在這段時間 對對就是兩個禮拜 再過來就是玉山金了 那玉山金也是一樣 他也是足底的 足了一年半了 已經足了一年半的底部 然後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他今年第一季的EPS0.4元 創下歷年同期新高 然後呢他的營收也是在增加的 還有一個就是呢 他股市回溫 那他投資生意是增加 那另外呢 他這個 因為他有玉山證券 玉山證券的營收也比去年呢 同期增加62% 再加上三月份以來呢 外資合計買超了9.6萬張 那投信呢 是在過去三個禮拜 才開始翻空為多的 所以他的股價的位階 看到沒有 他位階相對是比較低喔 他漲幅並沒有那麼大 我今天如果是ETF的超盤人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他 因為他還沒有被買上去 對 因為可以靠我 不然我就買貴了嘛 對可以靠我自己的力量 把他往上推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像這種位階還沒有這麼高的股票呢 會比較容易受到ETF的喜歡 00940 00939 那麼接連破發市場呢 今年的資金狂小也是他們帶起來的 那麼接下來馬上就要迎來 就是要新歡舊愛 是的 那一定要換位置了 沒錯沒錯 我們買高股息ETF的目的是 為了要賺他的股息 而不是在於賺他的價差 要賺價差 就去買那種價值型的ETF 像是0050這一類的 那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對 所以現在如果說你手上有 也莫擔心 是的 莫急莫慌 非常謝謝有能夠來上節目 也謝謝大家收看 有錢通信 接下來的工商服務時間 請大家給我們請看我看 你也和我一樣 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所以現在就趕快了 我之前想說 來講 很少許 非常非常難 所以 我們要討論